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把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商城 上次话呢,我们对用户的注册进行了改进 我们使用gQuery来发送 而这个是请求判断用户名是否已经被注册了 那本次话呢,我们来进行用户的登录操作 既然有了注册呢,登录当然也必不可上 我们呢,来看一下 对于用户的登录呢 界面上,我呢,仅仅提供了用户名和密码这两个输入框 那用户呢,只需要在这两个框里面输入合法的用户名和密码 即可以登录 如果这里还比较的复杂一点呢 有可能会有验证码 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个复选框 后边跟的,记住我 同时呢,这里的逻辑呢 也有可能出现当用户名正确了 但是密码呢,连续输错三次 就会进入黑名单 这个一般呢,是在网上银行里面呢 可能会出现 大家也可以一下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想做一个黑名单功能 应该怎么去设计 数据库的表结构 在逻辑处理上,又应该怎么去写 那本次科呢,我们的业务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到数据库的用户表里面进行一个查询 查询出来的结果呢 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表明它登录成功 如果不存在 那就说明了登录失败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 我们想实现的这个数据的流转上面呢 我们来分析 如果说这个数据找到了 当然就是成功 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希望将该用户存储在session中 这一个session呢 翻译过来叫绘画 它是JSP和Servalator规范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它的特点大家需要了解 另外呢,页面转向指定的页面 这个指定的页面呢 我并没有说明 我们可以出现一个提示界面 然后呢,下面出现几个选项 让用户选 如果用户没有选呢 我也可以设计为在几秒之后呢 转向一个我指定的页面 好,那么等一下呢 我会直接转到首页 那么对于登录smite的情况呢 页面当然又会重新转向登录页面 并且一般会给出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呢 大家约定俗成的一般叫 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好,那我们呢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来准备代码 首先呢,我们看 DL 大家应该呢 从我这几个功能里边 基本上看出来一点 写代码的顺序 我总是呢 喜欢从最接近数据的那一层开始 我们的登录呢 它一定是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到数据库里的表里边查询一下 那首先呢 我就来检查一下 在DL里边 有没有这样一个方法 实际上这个方法呢 我们很早就已经呢 给大家声明好了 这是一个抽象方法 它呢叫 getuserbyname and password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来获取用户 参数呢 也非常的直接 一个是内容 一个是password 不过呢 我们还没有在 usermapper.xman里边进行配置 这一次呢 我们来把它配置好 ID 跟方法名呢 保持一致 现在结果类型呢 那由于参数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name 一个password 我们等会呢 就直接往里边传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这个select的语句里边呢 我就会这么来写 我们明确的需要有ID 有name 也就是我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信号 那由于有这三个是我们需要的列呢 我们就明确的写出来 条件是name等于 警号0 and password等于 警号1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 对于这个警号呢 它会转成一个证位服务 也就是呢 会在GDPC里边使用 propelled statement 这个接口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 如果我们的表里边的列 是使用的恰类型 那么就有可能匹配不上 因为空格呢 它也要进行匹配 如果使用的是 varchar2 这种可变长度类型呢 倒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先检查一下 表里边 这个name跟password 我们呢 直接使用 few 来看一下表结构就可以了 内幕呢 使用是varchar2 password 也是varchar2 那如果 这样的数据类型呢 我们这么写 是没有问题的 那假如这里是 恰类型的 32位 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呢 需要去掉空格 那这呢 我可以把一个 去掉空格的函数呢 放在这 大家需要知道 什么情况下边 我们可能需要去掉空格 也就是呢 对于这种 问号 上位符格式的 sq语句呢 假如这个列 它是 恰类型的 那么恰类型的 由于是固定长度的 字符型 它有可能数据丰满的 情况下边呢 会有空格 我们这种匹配呢 是不能够成立的 好 这是需要大家追的一个细节 我们这样呢 按照我的数据类型呢 是没有问题的 需不需要这个trim 都无所谓 好 这是关于 mybuddy的一个配置 接着呢 回到service service呢 我们之前呢 已经 定义好了一个login 回到实现里边 我们这样呢 得到 user.get OK 就这么直接调用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重点当然 又回到了 action 这个action呢 我们准备写一个登录 我们来看 这个方法该怎么去编写 我们首先呢 应该是声明一个 这样的常规处理请求的方法 接着 在这个里边 我们首先通过 user.surface 调用 登录 然后这个内幕跟 password呢 我们后边仍然使用 user来进行风招 好 有了这一个调用呢 我们就来开始做判断 因为这个方法 返回的结果 有可能是一个user的实例 那表明呢 通过用名跟密码 就查到了一条记录 也有可能返回一个空 那就说明呢 用名跟密码 并没有跟表中的任何一条记录 匹配上 所以在下边几句话呢 就是做判断 如果u是等于空的 那就说明呢 并没有查到合法的用户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需要返回到 一个登录界面 这个字符刀呢 我们也可以 在strust x-menu 准备好 注册成功呢 可以到登录界面 那实际上呢 登录失败 我们呢 也可以到登录界面 好 那么登录成功呢 刚才我提到过 它的处理方式呢 比较的灵活 可以呢 到一个中间提示界面 告诉用户呢 登录已经成功 下边提供几个超链接 让用户呢 直接去选 那如果用户没有选呢 我们也可以设计为 自动的过几秒钟 转到我们指令的界面 这都是可行的 那我这里呢 做得简单一点 如果登录成功 我们到首页 这个首页呢 我们可以使用欢迎页面的一种写法 假如我们就加一个斜线 我们看有什么效果 好 现在呢 再回到 login 这个方法 就是说登录失败的情况 它又返回到呢 登录界面 当然在这个里边呢 应该会有一个提示 好 这个呢 我们先 忽略 那如果说 返回的U呢 并不是一空对象 那就说明它 登录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把这个U存起来 因为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用户 存在绘画里边 当我在每个页面去跳段的时候 这个绘画里边都会有这样一个用户信息 我随时可以取得 那么在Stress里边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办法 它有一个叫Action Context 点 getTest getSession 这个Session呢 里边存放的是建置对 它并不是一个原始的HTTP Session 那当然 如果你需要得到原始的HTTP Session呢 可以使用我们之前使用的一个办法 使用ServaliteAction Context 好 现在呢 我们既然得到了这么一个M 我们就可以将 刚才我们的U存进去 接着呢 我就可以转到了一个 我指定的页面 比如说 我就转到了 loginSUC 也就是到 首页 好 那么对于 Action里边这个login方法呢 我们就完成了 只是呢 这有一个信息呢 我们还没有带回去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呢 先使用 index.gsp 从我们后边讲到这个换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改进这一段 好 那所有的后台代码呢 我都写完了 接着回到 登录界面 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需要呢 确定一下 Firm里边的 Action属性 User login 没问题 用户名 密码 它的名称呢 都是使用 User点开头的 也没有问题 部署一下 启动 Server 现在呢 我回到登录界面 刷新一下 我使用一个合法的 用一个密码 点击登录 如果成功 应该跳转到首页 如果失败呢 应该还是在登录界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回到了首页 那么同时呢 对于左上角的这一段提示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欢迎的提示语 好 这也是比较合理的 那如果说没有登录呢 我们这个地方肯定 也要控制 我们打开呢 Header的GFP 这里呢 大家应该能够 看懂 这是标准拨拨拨 里边的 条件判断的使用 Say if 那我们首先要确定呢 如果 C型里边的User不为空 那就应该来提示这一段 那如果C型里边的User 为空呢 就应该提示 登录和免费注册 而对于前面的这两个超连接 我的账户和我的订单 包括还有一个呢 后台管理 那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首先呢 不管你有没有登录 不管是普通用户呢 还是超级管理员 全部两个超连接呢 都出来 那么当你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才要求你登录 那么对于后台管理 这样一个超连接呢 我们只有是超级管理员登录呢 才可以的出现 普通用户呢 是不能出现 那么关于超级管理员的处理呢 我们呢会留在 后面给大家介绍 他跟普通用户呢 不太一样 他不能够通过前台的注册 来产生超级管理员 所以这一段呢 大家要能看懂 判断的是用户里面的角色 是不是等于超级管理员的角色 A 好 这是说的这一段的一个处理 那么除了注册登录 我们还有一个退出 这个退出呢 我们也需要写一个小方法 但是呢 他并不需要去操作数据库 所以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在 Action里边 准备一个小方法 Nogout 登录呢 我们说是查找数据库的表 然后呢 将查知道的用户呢 存在Sensi里边 但是退出呢 我们是将Sensi里边 所有的数据呢 给清掉 我们可以使用呢 这个方法 Clear 好 清理掉之后呢 我们就将页面呢 又返回到 登录 其实这个Login呢 它指向的页面 和Login File指向的页面呢 都应该是登录见面 不过呢 为了能够区分呢 我并没有混作一谈 我重新来一个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灵活 以后呢 想改一下 哪个页面呢 我们就直去的 后面改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配置呢 我们再回到页面 在Head里边呢 我们找 退出 在这 我们使用User Logout 没有问题 点击之后呢 它就应该 退出到登录界面 而且呢 这个左上角的提示呢 应该是出现登录和免费注册 而不会出现的一个问候语 波数一下 我呢 先回到首页 由于我重新 启动了 Tomcat 所以呢 Session肯定是丢失的 那么 下面两个超链接呢 已经出现了 点击登录 好 成功之后呢 它应该回到了首页 那么首页的欢迎语也出现了 安全退出 这个超链接也出现了 那我点击安全退出 我希望它的效果呢 是回到登录界面 并且呢 还是出现 登录和免费注册 这两个超链接 而不会出现这个欢迎语 好 这是我们希望出现的效果 那么本次况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普通用户的登录 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 并且呢 通过代码实现了这个功能 由于向对应的呢 还有一个 用户的退出 要点呢 就是登录成功之后 一定要把 查找到的用户的实体 存放在Session里面 那有了Session里面的这样一个值呢 我就可以做一些判断 哪些地方呢 是可以出现超链接 哪些地方不能出现超链接 这都有赖于 用户是否已经登录 好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会进入到个人中心里面 我们的对用户的相关信息呢 来进行更新 好 本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